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怎麼收納我的名牌包包 那大家都知道這些名牌包包其實都不便宜 那要把它收納好呢 它就不會變形 或是有壓紋 因為我自己就是買的前面幾個就是Chanel包 注意怎麼收納 所以我有大概一兩個包就被它的鏈條壓到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說怎麼好好收納你的包包 所以可以用的非常久 好 那如果你喜歡這種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跟開啟小鈴鐺 OK 那我們第一個先來講就是Chanel家的 那Chanel家呢 我通常都會把它包包放在它的防塵袋裡面 它的防塵袋通常都是很長一個 上面這邊有一個抽繩可以把它抽起來 那我基本上是沒有把那個袋子把它抽起來 因為我就把這個像我的這個reissue鏈子放在外面 然後我這裡就會這樣把它勾起來 所以鏈子完全是不會碰到包包的 所以它比如說我都是 就是這樣放在櫃子上 對不對 它就完全不會壓到我的包包的下面或是邊邊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他們家的小羊皮 那我就直接把所有鏈條放在包包裡面 那我的包包後面呢 就完全被壓了一條 就是很明顯的那個 Chanel的那個紋路 所以呢 要提醒大家 收納Chanel包包的時候呢 一定要注意你的 Chanel是放在哪裡的 好 打開來給你們看一下 可能你拿的時候也很容易因為 因為這個chain已經在外面了嘛 所以拿出來呢基本上就是 這樣 Chanel包包他們都是會附一個這個 布的 都會把它留著 因為呢 Chanel包包裡面呢 它還是有 譬如說這個拉鍊啦 或是這個 有這個 Button 那這邊呢 其實是有它的一個這個按鈕 所以你包包其實是關起來的時候呢 這是可以按下去 那你收納的時候呢 就不想要 比如說它按到旁邊的這個皮革 所以呢我還是會把這個 這一層布放在上面就是保護這個前面的這個皮革 這裡面呢 它通常都是會有附這一些 紙 那這些紙呢我都不會丟掉 我都直接 還是會放回去 所以我每次用完這個包呢 我就會把 這些 Tissue Paper放回去裡面 那我這個包包我收納得很好 所以呢 它的Structure呢 一點變形都沒有 有一些 Reissue 你在 往上看啊 比較舊的它就會有一點 往前 它 我會找一些照片 就是放在旁邊給你們看一下 但是呢 我就是基本上這樣收納我的 Chanel包包 下一個要跟你們分享就是我怎麼收納我的 愛馬仕的包包 那我愛馬仕包包 他們也是都是放在他們的防塵袋 那這裡呢 我還我就是有把它收起來這個孔 因為呢 還是不想要灰塵跑到 那個防塵袋裡面 拿呢就是這樣打開 我收納的時候我一定會把它 就是放回去 防止這兩個 它會變形 因為看很多Kelly到Joe的它這個都會這樣塌下去 所以呢 你把它就是把它放進 放進去這個扣子呢 就會 就是它這個呢 就還是會這樣直直的 就不會這樣塌下去 這樣 有沒有有 這樣塌 或是我看到有一些都塌成這樣了 所以呢你收納呢 要記得把這兩個 放回來 然後呢 打開來呢 我裡面呢 通常呢 都會放一個 內包 那內包我基本上呢 都是會放在 包包裡面 因為呢 它是會幫助包包的 Structure 我這個是Epson Epson呢 通常是 比較不會塌 那如果我的Togo 皮革 或是Swift皮呢 就會 看起來比較明顯一點 我裡面這個 Back Insert 它就會幫助那個 就是這樣 它放在包包裡面呢 那它就會比較 挺一點 就不會塌下去 所以收納呢 我會把 Insert還是放在包包裡面 那 Kelly呢 他們通常都是會 跟肩帶 那肩帶呢 這個 還是放包包裡面 還是會比較怕 它會刮到裡面 內裡的 那個 皮革 因為愛馬仕包裡面的皮革 他們通常都是用比較 軟的那個皮革 所以呢 我還是會放到 這個Back Insert 裡面 放 它在裡面 譬如說我拿包包 動來動去的時候呢 會刮到 包包裡面的皮革 這個 就是 我怎麼收納 我的愛馬仕 Kelly 接下來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最近購入的 一個新的 媽媽神器 那你們 大家都知道啦 我是有兩個小孩的 通常 有小孩們的媽媽都知道 時間是非常寶貴的 時間是不夠用的 那我新發現這個 Roborock 那它可以 一邊吸地 還有一邊拖地 所以呢 它是 2&1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個App 我覺得蠻好用的 它是連到我的 Roborock 那你看到App打開來呢 我點我的 Roborock 它就已經 會顯示 我家的整個 MAP 你可以看到我就是 一大區就是客廳 然後呢 有橘色是房間 藍色是房間 黃色也是房間 然後就走到 MAP了蠻正確的 那我也覺得 非常好用 因為 你看這些白白的 這條 這些線啊 這些線就是它剛剛 去掃過的地方 還有 它蠻特別的呢 就是你可以選擇 你只要掃 比如說我的客廳 或是 比如說這個房間 加這個房間 或是我只需要 掃這個房間 或是我只需要 掃客廳 所以你可以選區域 還有呢 它可以選 Zone Zone的話呢 就是你有一個 這個框框 你就譬如說 放在 這裡是我的飯桌 我只想要清我的飯桌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 或是你想要就是 譬如說客廳的 一半 你就可以也開始 或是你房間呢 像我的房間 如果有連廁所呢 我就可以就是 Set 我房間 不要清廁所 這樣 然後你也可以選 就是 固定每天的 幾點開始幫你掃 那我覺得這是 蠻方便的 還有我覺得這個 蠻特別的一個東西呢 就是你可以選他講話 那像我們家呢 我的清掃機器就叫 張小弟 很可愛吧 可以選他的聲音 我給你們看一下喔 他蠻多不同的聲音的 像這個 這個就是很普通的 暫停 清掃完成 開始回充 皇上 臣妾在這兒 好好清理 本宮的城河喔 嘿嘿嘿 清掃完了 可以回去看漂亮小姐姐了 開始清掃 開始清掃囉 我家是用蠟筆小新 因為我們就覺得 他超可愛的 這個app真的是很好用 開始清掃 請確保小水小水要出口 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買的這台是S6 不要看他這麼大聲 他其實跟其他的清潔 robot比起來 他是小聲蠻多的 那我們都可以看電視 他就在旁邊掃地 我想要給大家看 他就是走我們家的這個椅子 你看他就是完全是 每一個角角 像我家的每一個角角 邊邊角角 多能清得蠻乾淨的 還有如果你地上有線啊 像 我的充電器啊 他都能避過 他也不會把他吸進去 我覺得蠻厲害的 如果像我們家是 有很多 區域的地毯 他也會 就是上那個地毯去吸 也不會就是卡到 很厲害 要跟大家分享 他現在在Amazon上面 可以購入了 謝謝大家 下次見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